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前几天在看 风云雄霸天下这部电影 当中他演了雄霸的一个剧情 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找了尼菩萨过来 尼菩萨就跟他讲了他的一个一生 但是尼菩萨并没有说完 没有说完 他就跟他讲了 你这十年就是会成功 然而这十年过后 雄霸又把尼菩萨抓过来 说我的下半身到底是怎样 结果尼菩萨就跟他讲 成也风云 败也风云 就是说你成功起来是因为有风云 但是你失败也会因为有风云 这时候雄霸突然就整个人傻眼 然后说他不相信命运 他要逆天改命 尼菩萨说了一件事 你相信命理数十年 结果你现在竟然不相信命理 这一段剧情 就是我们命理师时常会遇到的 很多人他只想听好话 对于他不利的这种状况 他就不想听 然后他认为他自己最厉害 他要逆天改命 然而往往却是无法逆天改命 为什么 像我有一个学生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我就把他的八字拿来一批 结果他就投滴滴的 我还以为我改变了我的命运 其实根本就没有 我说对 没有错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因为他本身学过辅助 他本身学过道法 他认为他改变了他的命运 结果到头来才知道 他只是顺着运在走而已 然而在五行派并不是跟你讲说 你要改变命运 在五行派给你的观念是 你要顺着运势 所以我们人的运势 有所谓的好运 有所谓的坏运 什么叫顺着运势 好运来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到 而且还要加分 坏运来的时候 我尽量避开 扣最少的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并没有改变你的命运 我们还是一切照着运势在走 只是来的时候 好运我要更加分 坏运 我要把损失压到最低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人生加加减减 正分的多 扣分的少 自然而然 你的人生的位阶就是往上 所以很多人在那边讲说 要怎么改命 命并不是五行派在讲的 所以五行派还会跟你讲说 相同八字 不同命 你要跟我讲什么 命 我们所讲的都是运 我们在这个运势里面 如何能够好运 好运加分 坏运扣分最低 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们叫做改运 但是不是把你的运翻转 好运依旧好运 坏运依旧坏运 只是好运要更加分 坏运要降低扣分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各位 从熊霸天下这一部老电影里面 熊霸他的这一个剧情 说明了人 他只想要听好话 但是对于他不利的情况 他就不想听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 你不利的时候 因为如何减少在衰运的损失 他才是决定你人生命运是好是坏的基础 因为很有可能你前面所累积的成就 就在一次的衰运 你没有防范阻 全部就归零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